1,2,3,4,5 先大家就照這個數字上面點 1,2,3,4,5 如果你有5的話麻煩也把它點一下 我看一下大家都怎麼點 OK 點1的是最多啦 然後再來是4嘛 4這個其實我故意把它放在第四個選項 因為這個選項其實是最多人在 在點的 大家會考慮會猶豫這個問題 問題並不在於說這個騎士 暗黑騎士他本身的機體出了什麼狀況 問題是在於說因為 暗黑騎士他的 應該說他的天賦 他的天賦就是命中 沒有這個命中幾乎啦 我們說幾乎是沒有命中的問題 以至於說大家會想要把力量 這個東西 大家會想要把力量這個點數 因為他攸關的命中嘛 那因為這次沒有命中問題 所以大家把這個力量 分配到敏捷 分配到精神 分配到甚至有人去點體質 這個都是有的 那我們先來做一個假設 今天我們把暗黑騎士分成兩種鏈等的路線 兩種鏈等的路線 第一種我們把它分成是 我們把它稱作叫做空降型 所以空降型的意思就是 你用吃角色的方式 用經驗合併的方式 讓你的暗騎瞬間升到75以上 你的力量是可以直接點到滿的 甚至超過這個點數 是可以有多出來的點數的 這種是第一種 我們稱它為空降型 那第二種呢就是 我們所謂的步進行 步進就是一步一步練上去的 像小編 像小編自己就是一步一步練上去的 來我把我的這個 等級把它拉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練的是 我現在是66級 所以我的等級是慢慢練上去的 而且我的這個能力點數 全部都點力量 但是沒有 我其實偷偷丟了一點去這個敏捷 我偷偷丟了一點去敏捷 好 那我這個數值我們先不討論我自己的 我們先來討論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詛咒 這兩種剛才我們講的這種點法 一種是空降的 一種是不進行的 那很顯然的 第一個是有餘裕 就是你有多餘的點數可以去做分配 第二種不進行的點法 是你沒有點數去做分配 你必須每一點每一點 都必須要很小心的 很仔細的去把它做一個分配 好那這個點法有什麼 兩個之間有什麼差別呢 好來我們先講第一個 在點 在點 能力的時候記得把這個拉開 好記得要把這個拉開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我們要看的是力量跟敏捷之間的這個 好我們要跟 來看的是力量跟敏捷之間的這些細節的這個點數 細節這些能力值 好那我們做個假設 我們做個假設 以騎士來說 他是有這個命中的問題嗎 所以我們務必我們必須 先把這個力量點到滿 好然後再來去做 其他的點數分配 好那有人會選 有人會選這個敏捷 有人會選精神 好這個就是看你要防禦還是要模仿 好這個很簡單 好那在 大家都少考慮了一個問題 也不是說大家就是很多人都少考慮了問題 力量除了關係到命中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攻擊力 還有他的暴擊 好命中 命中是每大概 兩三點 兩三點他就會加一次 他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譬如說他可能是加一點 然後空一個再加一點一點 然後再空一個加一點一點這樣子 命中是這樣子持續在增加 好那攻擊力的話呢 他也其實也是有一個規則 大家如果去看這個 能力點數表的話 他們這個增加攻擊跟命中 暴擊都是有一定的規則 暴擊是每10級加一次 好那 今天你是一個近戰角色 好你必須要有一定的攻擊力 好你才有辦法去 維持一個打怪的速度 那你可能會選擇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去 用這個敏捷 好那他選擇敏捷的主要原因 好大部分 大部分是為了他的防禦 那再來第二 其次才是考慮到他的 這個遠距離的迴避率 好但是 你投資的敏捷去增加防禦力 是不是是值得的 好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你要怎麼去評估呢 好我們先這樣子 假設我們今天像我現在在夢幻之島上面 好我打怪 打怪速度我覺得OK了 好那我就來看一下我現在這個 好近距離的攻擊力是49 那49的話我覺得這個打怪速度是OK 那這個防禦的部分呢 如果我覺得好像差一點點的話 好那我再去再再去做一個調整 可是問題來了喔 今天我們的等級66級其實 沒有很高 好也就是說我很快的就可以升到70 7075甚至80 我很快就可以升上去了 那這時候 我必須要考慮到我往後練功的地方 我往後練功的地方 必須要考慮進去 好那第一個考慮的是什麼 我能不能上 68級的時候 我能不能上奧塔 好那上奧塔之後 我應該要去做怎麼樣的分配 好然後 暗奇雖然他沒有命中的問題 但是你必須要有一個要件 就是你的坦度要夠 那大家也知道嗎 暗奇裡面的技能喔 這一招 這個暗黑防護 他本身就是增加減傷的一個技能 然後暗奇本身的傷害減免 跟他的隱藏傷害 就是沒有顯示的這個面板上面 其實已經很高了 那今天你為了在某一層樓上面 你68級之後 你會去更高的地方打怪嘛 去奧塔上面打怪 那如果說你想要在上面掛得久一點 那你選 你去選擇了敏捷 讓你增加了一些些的防禦力 可是你卻沒有攻擊力喔 那這時候你會怎麼樣呢 怪物在打你的時候 他一樣打得到 好就算他少閃 你應該說你閃了一次 但是你卻延長了怪物攻擊你的時間 這個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 因為你的攻擊力沒有提升 所以以至於說 怪物打你的閃避率 在同樣的閃避率下面 怪物打到你的次數變多了 這個是有可能的喔 這個是有可能的喔 因為今天你同時在衡量攻擊力跟防禦力 防禦力就是閃避嘛 你同時在衡量這兩件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 譬如說我今天 防禦力原本是116 我現在是116嘛 那我為了加一點 變成117 然後我去把這個力量 把它省掉了喔 那這個投資 這個投資 這樣點數的投資 對於慢慢練上去的玩家 就是一個風險 像我現在如果我是慢慢練上去的話 這個點數如果我今天把點數丟在敏捷 而不去丟力量的話 這是一個風險 因為 因為我的敏捷 所增加的防禦力 對我的影響並不大 那普遍來說 我們的防禦力會用 5或10的倍數 5或10的倍數 譬如說可能是115 甚至說120 我們會用這一個去看 那如果你中間只是為了加一點 譬如說我可能跳到117這樣子 那這一點 犧牲可能就蠻大的 好 那什麼時候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好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一種叫做空降型 好 空降型的 空降型的問題喔 好 空降型就是你今天把點數點滿了 我今天把力量點滿了之後 第一個我發現 我觀察到我的這個攻擊力 好 我的攻擊力譬如說 我今天要上奧塔 我的攻擊力可能要先到這個 70 好 我的攻擊力可能要到70 但是我力量點滿之後 搭配我的武器 好 搭配我的武器 好 我發現 欸 70 搭配我的武器之後 可能到78 79 甚至80幾了 OK 好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 多餘的點數喔 我們就把這個力量 把它分下來敏捷 好 這時候就可以了喔 好 我只要在 假設我只要在這個地方 維持70 或者是80 那我就 我就透過力量減少的方式 把這個力量調下來敏捷 來增加防禦力 來增加防禦力 這樣子就是OK 好 但是這是空降型的點法 如果說你今天像我一樣 都是慢慢練上去的 好 那每一點喔 因為你在 在你成型之前 每一點的力量 對攻擊來說 甚至每一點的命中 跟力量啊 這兩個 這兩個因素啊 其實是生命共同體啊 因為 大家不要忘記喔 好 不知道的也要 了解一下 在黑暗騎士的攻擊的傷害裡面 他是有把近距離的命中 跟武器的命中算下去的 好 所以你 點力量提升的不只是攻擊力 然後命中也不只是命中而已 他是會實質上會影響到你的傷害的 所以點力量的用途 完全就是為了增加你的攻擊力 好 那今天你在打怪的時候 如果說你可以多扛兩下 你覺得多扛兩下 你有吸血鬼這樣子 好 你可以多扛兩下傷害 那你就不要去點敏捷 好 你就不要先去考慮敏捷 除非 這個敏捷 你確定他點下去之後 好 他可以對你的這個 這個 閃避啊 閃避怪物的這個能力 有非常大的影響 你再去點敏捷 好 不過 再話說回來 如果說今天你不考慮 以後刷掉點數的話 你就直接點敏捷 好 你就直接去點敏捷 那這兩點其實在後期來說 這兩點 這幾點啊 這些點數 會是非常昂貴的 好 因為等到 等到你高等的時候 等級練得慢 能力值拿得慢 除非你有萬能要 要不然能力值拿得慢的情況下 你很難再去做其他點數的調配 好 這個對於無課玩家來說 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覺得說 以近戰來講 進戰來講 你第一個你要先考慮的是 你要在哪裡練功 你未來想要在哪裡練功 好 那你的能力在哪裡 如果我今天我的裝備是這樣子 好 我的裝備是這樣子 那我在正義值滿的時候 好 防禦是124 好 我在正義值滿的時候 防禦是124 好 如果說我這個能力 我大概可以去到哪裡 我大概心裡面有一個譜 好OK 我的能力大概就是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想要強一點 好 那我的力量基本上 如果是夠的話 我想要去的地方 這個力量攻擊力是夠的 好 那我把一些傷害 我把一些點數調下來敏捷 這樣是OK的 好 你一定要去衡量自己的這個狀況 自己的狀況 那如果我今天做 再做個比方 假設我今天這些裝備 好 全都是安定裝 好 全都是安定裝 加6的金金甲 加4的抗虧 加4的這個 然後加4的老虎 這個也是加6 全部都是安定值的話 那我只能說 拜託你 拜託你 不要去點敏捷 好 因為你在這種情況下 你很明顯的就是 用這些裝備 提升裝備 是你提升防禦最快 最 呃 花費最少的一個途徑 你與其去強化你自己的裝備 都不要用點數 都不要直接用這個能力點數 直接犧牲一點去點敏捷 犧牲一點兩點去點敏捷 來增加防禦力 因為那個真的是超級浪費 好 所以在你裝備 可以調整的情況下 你就不要去動點數 好 因為裝備是最容易去調整的 即便你是小課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你們交易所裡面 有什麼東西是可以拿來幫你補一下 好 因為如果你裝備不夠的話 基本上 增加防禦的 這個空間會很大 好 你只要稍微去調整裝備 好 甚至說你的飾品 可能去沖一下 剛好有一個 加2變加3 加2變加3 加2加3變加4 好 這個都是對你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幫助 甚至像這種 好 騎士團的戒指 這個 有一張藍布啊 現在藍布很便宜嗎 藍布很便宜嗎 你去收一張藍布 然後做一個 做一個騎士團的戒指 這樣子防禦就有2了 然後你可以帶兩顆嘛 這樣防禦就有4了 你可以從裝備先下手 然後第二個 你可以再從文樣這邊 如果你有一些點數的話 像小編完全沒有把錢 刻在文樣上面 所以我現在這個圖文樣 我點了4次 點了4次 都是用練功 系統送的葉子 我點了4次 這邊有加一點防禦 如果說你有小刻 或者是你的運氣 也不錯的話 你可能已經衝到這邊 防禦就加2了 這個也是屬於很容易 很容易去提升的一個 一個管道 真的真的不得已 你再去把這些裝備 應該說你再去把這個能力 再做一個調配 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 你今天不確定 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去 去這樣子 我不確定 應該說 你不確定自己適不適合 去調整敏捷 跟力量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覺得 既然你都不確定 那你就先不要調整 你就先不要調整 因為 第一個是 點力量一定不會錯 點力量一定不會錯 因為它所有的攻擊力就是 相關 就是跟你的力量相關 你力量越大 打出來的傷害越高 有些人會覺得說 差一刀兩刀沒有什麼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 有些人會覺得 差一刀兩刀沒有什麼 可是 你一整天累積下來 差一刀兩刀 那種傷害是 差非常非常多的 不要說一刀兩刀是什麼 一刀兩刀其實就是差很多 差一刀其實就差很多 不要小看這個一刀 如果說差一刀沒有差什麼 那你差一下閃避其實也沒有差什麼 因為一下閃避一下 你可能就一罐洪水 好 小 呃 微觀 巨觀來看沒有什麼 但是微觀來看 你應該說微觀來看沒有差很多 可是巨觀來看 你把它整個放大到一天來看 那差的就是 呃 天差地緣 天差地緣 我先去那個漂白一下 不然真的只能用紅人跟大家解釋 好 所以 哎呀 怎麼那麼lag 等一下喔 蹲一下喔 37 38 啊 對 所以這樣子 大家是否 有對這個 喔 暗黑騎士的這個點法 能力的點法 有一點了解 好 那我們再用 這個 Tony 我們這樣 通你的這個機體做一個例子 好 通你的機體做一個例子 通你的機體 其實 他的收集品 他的收集效果 跟他的卡池 整整體來說啊 他的機體是有的 然後他的裝備也是有的 你去看他的防禦力 應該差不多在150左右 好 他的防禦力大概是在150左右 好 那今天他的他的角色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空降型的 他的他的這個能力值 是遠遠超過50 他如果全點全力的話 他可以點超過50 好 那他就可以把其他的點數 來做一個運用 好 那 如果你點全力的話 那當然打架什麼都是OK 雖然說 比起分配一些點數去敏捷的人來說 他少了一點 這個 他多了一點防禦力 多了一點坦度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把這個機體 拿去打架的話 把這個機體拿去打架的話 那可能 就不是 就不是一件好事 你多了一點坦度 但是你卻犧牲了你自己 近戰職業 應該要有的輸出 好 這種機體 點敏的機體 先天上來說 他的攻擊輸出就會比較低 好 那點敏適合什麼呢 適合掛機 好 適合找到一個你自己 機體可以久掛的一個地方 好 特別是你在奧曼之塔 在奧曼之塔 因為你傳送都需要 阿曼之塔的捲軸 好 如果你需要在這種高成本的地方 練功的話 這個機體對你來說 設定就是很重要 那你勢必要去調整 這個的話是OK 好 那今天 Tony跟東黎大怒 他們的機體都是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他們有餘裕 去點敏捷 來測試給大家看 可以這個 以他們的機體可以帶出多少的這個效果 甚至表現出他們的一個坦度 可是大部分玩家是沒有的 大部分玩家是沒有的 甚至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是藍變藍瓦 所以也就是說 在普遍你能力比較低的情況下 點力會是最好的一個投資 好 以上啦 就是我自己 對於這個點力或者點名 甚至先點力再點名 這件事情的這個分析 可以 好 所以 我們